澎湖籍的漁船大靜滿88號 7月2號因為越界作業船上5人 連同船隻是遭大陸扣押42天之後 在昨天傳來的好消息 大陸海警是一小船 載送了一名台籍跟三名印尼籍的船員 到海峽中線附近 由我方船東派出大靜滿96號接回 那麼今天清晨將會抵達澎湖 紅線船長因為他的法則還沒有確定 所以並沒有獲釋 但是陸放在昨天開放家屬探視 另一個焦點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深陷政治獻金 申報不實的疑雲 監察院與檢方是同步進行了調查 那監察院在昨天表示已經展開行政查核 待查核完畢會由監察院廉政委員會 決議是否要懲署 那麼台北地檢署最快本週也會前往端木鎮的 會計師事務所要調取相關的單據憑證 進行比對 並且會傳喚端木鎮 柯文哲競選總部財務長李文宗 總幹事黃珊珊等人要釐清案情 那再傳喚柯文哲查證 好兩岸的焦點來看到 2024散台文化交流 週13號在西安開幕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馬曉光 至此的時候強調 大陸對台方針政策是持續的一貫的 陸方願意採取更加有利的措施 積極推動兩岸間的交流 交往和交融 並且為台情附露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新闻的交流 既然是有所在於 未來 新闻的交流 未來 新闻的交流 我們在香港內 並不提供 這次回到 各自合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